4月3号的强震发生至今已经迈路第10天 仍有三人失联 在沙扛当步道的新加坡夫妻 家属认为两人可能在瀑布附近 搜救人员12号锁定2.2公里大崩壁处周边 持续展开搜救 但由于落实严重 重型机具无法进入 只能派家人力搜救权持续展开搜救 身上突然滚下落实 搜救人员赶忙躲到大石底下缩起身体 石块不断从眼前飞过 眼看搜救权还在一旁搜索 特搜人员赶忙呼叫 没想到又是一波落实 整个山壁扬起烟雾 画面显向还生 搜救人员12号派出14人前往沙卡档搜救 更出动搜救权Fancy 原本预定将会根据失联新加坡夫妻家属情姿 集中搜索1.8K到2.5K处 没想到却在2.2K遇到落实 特搜队赶忙退到0.5K 特搜队指出又在2.2K处闻到异味 后续将会加强搜寻 而在综合矿场出动的重机具也遭遇落实 整个山壁掩雾弥漫 原本特搜队已经确认 失联销信矿工疑似位置 出动三台怪手 没想到其中一辆怪手在途中遭到落实击中 油压管损坏 索性已经有怪手就位 不影响救援 另外华丁消防队有接到民众通报 宁安侨附近疑似出现遗体 也是马上出动空拍机前往查探 索性经过确认是台湾米猴遗体 记者中华报道